深夜街头好几名男女站在大街上 恐怖冲突一触即发 男子不管女性朋友相劝 冲上前将其中一人狠狠压在地上 他不停反抗 最后持球棒支援小弟也到场 围着一人疯狂攻击 还有人出动刀子朝他腿部狂砍 当下血流不止 警方火速到场 远警集中生智 拿出警用蓝牙印表机背带 帮男子加压止血 送医后没有大碍捡回一命 据了解 原来这名无形男子欠了朋友一千块钱 这主发现他不还钱 还课金打游戏相约谈判 竟然还被回呛 没钱还不然要怎样 一气之下跟小弟拿球棒水果刀攻击 随后驾车逃跑 无独有偶 同样讨债讨到无法无天 一大群人半夜聚集 白色轿车突然猛吹油门 差点撞上去调性意味浓厚 最后冲下车双方大打出手 还拿球棒砸毁 轿车挡风玻璃 跟板金 警方出动快打部队对抠鸣枪 鹤令双方爬下 你姐姐来啊 我没有坐车来 都没起来 你在打干嘛 跟上车在说 还有人逃跑 立刻被抓包 事后一查 原来竟是因为 其中一方追债却打错人 伤者不满料来同伙 共十多人 深夜大乱斗 这下全被警方依法送办 记者叶维林分享 侃欧新北报道 我是徐国豪 在中视新闻 首次坐上主播台 提回到播报新闻 所需要的稳健台风 以及掌握突发 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 为观众播报 最即时的新闻 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 更多新闻 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